马来西亚医生罢工组织号召的合约医生 三天大罢工今天正式开始 虽然主办方声称会有上万人参与 不过医药协会视察后宣称 全国政府医院都没有罢工 尽管如此民众还是非常担忧 可能出现的罢工局面 政府必须安抚民众的恐慌 医药协会主席姆鲁嘉发文告指出 协会收到民众的电话 询问政府医疗机构 今天是不是正常运作 协会也保证医疗服务一气如常 他坦言罢工课题通过各种管道疯传 已经引发民众恐慌和恐惧 希望政府能够及时回应正确的讯息 安抚人民 让他们相信所有公共卫生服务 没有受到干扰 民众也受促查证消息 从可信赖的管道获取资讯 幸好 问题 失去 天 Nil 是 天